貓晝 ? ? 不要對我有所期望 因為我給不了你 戲劇《華燈初上》中 飾演風流編劇 再創演藝事業高峰 觀眾對演戲的鳳小月 並不陌生 獨特的唱腔和咬字 2023年出道17年的鳳小月 才推出自己的個人首張專輯 讓鳳小月笑稱自己是最老心人 20歲出頭的時候 也有人來 也有一些唱片邀約 但是音樂對我來說 真的是太重要的一件事情 有一部分的我不想 不希望它 在我還沒有成熟之前 就把這個東西拿出來 誤打誤撞走上戲劇之路 鳳小月選不出喜歡唱歌還是演戲 但他的確從演戲這件事上 加深自己對創作的堅持 我覺得很多事情 就是因為我的固執 所以它花了我三年才做完 這個是我從拍戲身上學到了 就是如果你相信一件事情 並且是在創作的路上的話 你一定要想辦法去爭取 鳳小月打破外界印象 以創作歌手的身分勇闖樂壇 17年的等待 終讓他實現了夢想 另一位新人也醞釀許久 感性聲線和歌詞 MV找來王大陸 南韓演員曹惠朱家馳 許悅翔這首 我們到底算什麼 城堡串流平台 世衛電台等各大排行榜 冠軍寶座 拿下亮眼成績 十年前從選獸節目發揮 讓人眼睛為之一亮 天上失去的星星 依舊在夜空閃亮 好聲音的時候 其實它已經算是我 我那時候覺得我的 最會也快跳板了 如果這個再起不來 我應該就沒了 對 那就還真的沒起來 對 那個時候當然成績跟評價 其實都很不錯 但就是有一些緣分跟人 沒有出現 沒有發生 參加過華人星光大道 也登過中國好聲音的舞台 許悅翔經歷過兩檔選獸 節目的實戀 卻等不到出道的機會 讓他一度陷入低潮 越過迷失自我的那段時間 許悅翔帶著新作品 重返大眾視野 形象和歌聲都更加成熟 你會發現 這是大大小小的演出 他們都會出現 哇 這裡也來 甚至是你去唱人家的笑顏 他們不能進來 他們都在外面等你 對啊 我就覺得說 這個是非常 就讓我心很暖 新人獎入圍者 曲風各異 而今年的R&B代表 是即將要滿24歲的王Adam 其實我當兵那時間 發現我頭髮長得算滿 跟我的林兵比 對 所以我現在很努力的 在讓他長 就你趕快長快一點 因為金曲講得到了 要酸一點這樣 軍手投足 充滿年輕朝氣 剛退伍的王Adam 在YouTube 可是耕耘了好一段時間 我的星座這件事情 就是我完全不信星座 所以我後面會寫一個 我是那個MBTI 藝人你喜歡什麼東西的 就是什麼 什麼 大家懂什麼樣的概念 就用什麼去寫 抓住流行話題 經營社群平台 拍攝短影音 王Adam成功在年輕族群 打響知名度 也讓他決心砸近 兩百萬老本 發行首張專輯 我希望可以做到就是 大家聽我的音樂有共鳴 可以被療癒到 這是我的終極目標 星人獎入圍者 除了鳳小月 徐偉翔 王Adam之外 還有活躍於獨立音樂的鄭平 興銳創作歌手鄒旭 生靈之王出身的Jocelyn940 原住民歌手珍愛 都展現截然不同曲風和性格 這些星人歌手 將繼續透過歌唱作品 引書寫人生旅程 老師新聞專題報導 哈囉 我是林仙怡 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